支聯會常委會通過將解散議案 交由今月25日的會員大會表決 副主席周恆彤解釋 考慮到多名常委官司前身 以及有封聲指不解散會有後果 幾經商討都無法達致一致的決定 僅以過半數通過 葉苗報導 副主席周恆彤同三個常委 公佈支聯會常委會 僅僅以過半數通過 將解散議案交由會員大會表決 他們形容是艱難的決定 其中一個考慮是 自去年六四之後 多個常委都官司前身 有沒有辦法在獄中 都可以繼續支聯會的工作 要有很多的討論 很多的安排 但是確實是一個困難 大家可能都已經聽到很多風聲 各種中間人傳話不解散 就會有很大的後果 他用吹風的方式是成功 令到很多的公民社會的力量都消散了 令到很多的議員又辭職了 不想他見到這種狀態繼續 所以會有些朋友覺得是不應該 僅因為這些風聲就解散 應該堅持到底 最終是否解散 取決於月底的會員大會 是否達到七成五的通過門 他們預計警方或者會再採取拘捕的行動 到時在會上可以選出主席 即使沒有執委在這裡 亦都可以討論 我們一日未解散 我們一日用支聯會的名義 去繼續我們所有的活動 繼續去申請六四的中間集會 如果是要談到去解散 我想在那個討論裏面 都會再去談 其實我們有沒有其他形式去繼續這個運動 周幸彤認為支聯會是否解散 不應該閉門決定 希望會員團體和市民 可以共同參與討論 解散的利弊等 有線電視記者葉妙伯